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何珊 今天台股又跟美股联动 形成了一个走跌的格局 当然很多人在预期礼拜五晚上 美国到底会公布CBI是如何 当然美国的政府 对他们的人民已经公告一件事情 他老实说恐怕物价指数不会很低 恐怕通膨也不会快速的解决 造成了一听到 哇股市马上反应 本来还OK的 后来到收盘哇爆点 我个人的看法 今天台股走到这一段 很容易形成地空出境 所以今天各位有没有发现 如果以美国那样崩跌的速度 今天台股应该要跌三四百点 但是今天台股 有一件很纳闷的事情 从昨天亮说到今天的亮说 输在那里 没有人要杀股票了 而且我们的OTC还上涨的 所以我直接告诉大家 下周台股破茧而出 而且这件事情会出现给各位看 叫做利空出境 当利空出境的时候 你们就可以看到股市 快速大幅的反弹 为什么今天我有这个论点 稍后我详细的论述 但是在目前的架构当中 很多投资朋友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这样鸟鸟弱弱的行情 我们的OTC会上涨呢 我偷偷告诉所有的人 内资跟投信在进行大换股 这个时候你不要搭错车了 他们股票换到哪里呢 我请各位注意 投信法人这几天 到底在偷买什么股票 我把这些所有的蛛丝马鸡 放在假日的特别节目 礼拜天下午一点半 财经急诊室YouTube频道 与大家来分享 这集的节目 攸关于法人投信 到底现在在吃货什么 会使得有的股票特别突出 根本不会理会阿多仔 对 这是所有人要知道的 接下来 我有两个粉丝官网 一个LINE 一个Telagon LINE是小老鼠QQ33 Telagon是股市付钱金货 QQ33168 你都可以找到我 这两个粉丝官网的差别 是LINE的部分在首页 常常有个股的研究资料 PO图PO文 还有一个快捷图示 你要收听广播 收看TV 直接按了把你连结了 至于Telagon的部分 盘中节讯息盘射演变 个股的操作 旅游TV YouTube的节目 在傍晚都会与各位分享 今天的大牌 应该很多人摸不出来 到底法人外资内资的想法是如何 现在我请各位看这张图 今天直接跳空 但是今天跳空当中并没有空方缺口 然而今天又是五分钟半小时的定域 其实在今天九点半以前 已经反映了大盘的跌幅了 在九点半以前 已经见到大盘的最低点 而后在这一段的当中 其实是低阶买盘力道 并没有很多人继续的把它看下来 所以以至于今天的量 直接缩到1851亿 而今天各位发现收盘数字很神奇 叫做16460 我先跳下两张 我昨天有讲到 我说今天的隔节 如果破16465亿补缺口 那今天好的事情是 刚刚好一大早后来就破了 破了在反手拉抬 还是没办法站上这个465 今天收了460 但是好的地方是没有把缺口给往下补了 当然在今天这个格局当中 各位发现 今天我们的肚子的部分有90几点 那么我们的脚部分呢 有80几点 所以今天单一K线叫缩脚的大阴线 跌了161点 大家往下面看很神奇 为什么我们的OTC还是上涨的 我跳下一张 各位也觉得很神奇 6月9号OTC也是上涨的 那为什么指数会下跌呢 原因很简单 当然来自于阿多仔 再度的提款台股 再度的砍我们的重心股 那么今天 这种格局 就证明了我跟各位说的 你不要随着外之起舞 跟着内之 跟着三三 而在这种格局当中 各位发现 早上杀完了 后来没有再追杀 昨天也是如此 早上杀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我昨天跟各位说 必须走强势的格局 16650给各位很久 但是始终没来 那么今天却往这个地方 465破了 今天收盘 差5点也没站回去 那么我们看下一张 这是今天的格局 今天他破了465 但是收盘收460 那么在今天的最低点 来到403 并没有去往这个 多方缺口去补了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盘 又极度的亮缩 代表追杀的力道 并没有很大 所以大家要放心了 而在今天这个格局当中 还是一个期间横盘 但是关键价 16650仍就是整个大盘的大格局 短线下个礼拜一 先注意16492 因为今天我们的台股 随着美股的重跌又下趴了 那么盘中跌破了16465 幸好403这个价格 踩了刹车在这个地方 那么收盘差了5点 所以下周一高盘开出 需先站上关键价 以今天收盘价 离关键价只有32点 所以大盘一定要奋力一搏 如果连32点都没有办法反扑 那么会进行一个反杀的动作 最好这条路不要来走 那么下周第一盘开出 必须守今天的低点 因为今天在关卡这边踩了刹车 那么你下周必须要守座 否则这个地方会岌岌可危 所以昨天的亮缩 今天的亮缩 代表并没有很大的追杀力道 追杀那个凶手 来自于金头法 所以在这里 今天各位一定觉得很神奇 尾盘的时候台积电出了一个利多 那么我先大胆的预告 阿多仔应该是来不及买了台积电 所以呢下周很容易做一个动作 叫做认错回补 台积电五月份营收 1857亿 月增7.6% 年增65.3% 再创新高 哇 阿多仔 千算万算没有算到 四月份营收公告的时候 他们已经预估五月份衰退 所以一直无情的打压台积电 当台积电在尾盘出了这样的一个news 他们也措手不及 所以下个礼拜敬请期待 阿多仔认错回补 这是我们台湾的护国神赛 他们常常追高杀低 下礼拜等他来认错回补 这个时候 火箭股你要一支吗 每个人都想要搭火箭上台空 我希望大家好好的运用这次的机会 你们知道吗 连郭老板 鸿海集团的老板 郭老板 他都要搭这个顺风车了 他也要开发这个低轨卫星了 我想除了这个大老板之外 还有做咕咕的 大家都知道特斯拉的老板 他不只特斯拉电动咕咕 他还要搭这个低轨卫星 所以各位注意了 商机在哪里 钱财就在哪里 这个时候请看火箭股了不得了 又是在这里 163.5 又是关键价 真的很关键 我管你大盘要大跌 我一条线 有没有看到 这叫一条线 我让各位看一下 火箭股 我已经公开了 各位都知道 其实今天火箭股的低点 跟昨天是一模一样的 我有讲过 当这个底型做成的时候 你不用怀疑 你只会看黑K不敢买 结果错失的爆冲到外面 现在这边价格都已经没有了 当时我说这个股票 后来形成这样的形态 后来再形成这样的形态 后来直接爆喷了 到了6月8号 形成这样的一个格局 6月9号还在这里 6月10号的今天还在这里 今天的低点 根本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亲爱的投资朋友 你有没有想到 当我跟你说的爱的位置 至今你要奢望他再回来 他都不回来 现在已经往上面去走 更何况 今天这个重叠的行情当中 他今天的低点 并没有破昨天的低点 这在做什么 这在吃货 主力吃货不会告诉你 供给有量 盘者没量 我讲过 真的没低点 关键价真的很关键 我昨天已经跟你说 163.5很关键 这个地方各位在看 这边一个尖尖 这边一个尖尖 这种底去哪里找 这种底叫做什么 叫做万般打底为喷出 赶快去霸占 你看吧 150几叫你买不买 现在160几了 很多人说今天大盘重叠 这张股票给他挂很矮的买 结果挂到收盘 等不到 以后他不会回头了 赶快把握这张股票 下周买点在哪边 不会买的赶快来问我 接下来 火箭二号 火箭二号今天发生什么事 哇 现在有个掌声鼓励 涨涨涨 喷喷喷喷 连三喷 今天这个下跌的格局 火箭二号一样喷 周四下跌的格局 火箭二号一样喷 周三叫你要霸占 你不霸占 已经买不到了 请看 今天大盘真的跌了 又涨了 6月9号大盘跌 火箭二号一样喷 6月8号直接喷出去了 当天我一买 全力少获喷出 喷 喷 喷 我讲过 这档股票 你到后面 就花更多成本来追价 6月8号 为我们跟各位说 这种形态 没量到有量 主力在吃货 我刚好买这边 这一天收这个 刚刚好从这边 一大早敲进 直接喷出 完美的大底形态 走喷出段 结果后来 再喷 哇好猛 大盘跌跟我什么关系 我还问你 你要一只吗 再喷 你要一只吗 现在很多人说 我要十只 我要一百只 我要五百只 对 赶快买 我讲过 这档股票 到后面 你花更多成本来追价 看到现在 有没有看到 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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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去了 喷 日K三年红 喷喷喷 喷 有没有 他大脚喜欢来我家 总不去你家 从没有量到有量 我已经跟各位说了 你不要帮我抬轿嘛 千万不要省一只鸡的钱 失去一头牛的利润 倒带 不过瘾 下周赶快赶快来预约 这档股票直接喷到外面去 以后你就来花更大成本来追价 我讲过不要帮主力抬轿 关键价很重要 跟着赚赚买就可以了 老师到底是哪一档 哎呦 我的会员说不公开 涨得比较快了 所以我会员很小气 叫我千万不能公开 希望你能够成为我会员 一起来赚大钱 火箭三号 哎呦 昨天已经跟你讲了 我只是盖这样而已 你有没有做功课 我不知道 昨天我说过小星星 大WD无量滚到有量 赶快准备买哦 赶快来赚哦 不要喷出才问我 可以追吗 今天呢 哇 红K 深山已经跟你讲了 火箭股 有它特殊的逻辑 它是当今的主流 是主流 就有商机 有商机 商人能够赚的钱 你们就可以看到这股票的肥盆 近期 每个人说行情不好做 我总没有觉得这行情在给 股票 不是日K三红 就是日K二红 不然就暴涨了十几块 亲爱的头疼 火箭三号 对不对 对耶 日K二红耶 要买要快 真的没有低点 不管你要一号二号三号 赶快来预约 说实在的 你们不给我掌声实在是不行的 我不是告诉你店来了 我怎么不知道今天大盘碟 我怎么不知道昨天大盘碟 请看 店来了 有没有涨 有耶 6月9号 大盘碟 对耶 有涨耶 你为什么不听我的 胡思乱想 最近跟你说什么 有人顶火不寻常 有人顶火不寻常 今天 日K二红 你为什么没有这些股票 我最近就跟你们讲 赶快来复制我成功的经验 你要翻身 就只有这次的机会 当所有利空出境的时候 会快速的 滚动 快速的 让各位看到你的财富 要如何天天一直赚 请注意了 199吃到饱 应大家的要求 再一次的开放 赶快把握199吃到饱 All you can eat 霸占三三 当务之急 你就可以跟我爆赞 喷出短 有缘分 有福气 大家一同来努力 驻扎做股票 天天一直转 本公司以网职绩效不保证 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 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 到晚上10点 每30分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不好 就是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